要说上个世纪的顶级神言 莫妮卡贝鲁奇必定拥有一席之地 这位被誉为地球球花的女星 从26岁出道 到36岁 凭借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走红全球 她主演的作品不算特别多 但从未有过白右兽的形象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美貌的发挥 和人们对她的喜爱 她古典般的容颜 充满诱惑力的眼神 还有略带忧伤又倦怠的神情 让她美得毫无攻击性 却又极具诱惑力 而她的成名之作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并不是她的颜值巅峰 她最好看的样子 应该是爱情电影情势里 美丽寡妇的形象 在这部1991年上映的影片里 莫妮卡展现了90年代初 简约又硬朗的着装风格 90年代初 职业女性被社会广泛接受与认可 西方女性依靠权力套装 来淡化自己的性别 40年代流行过的电间套装 再次风靡回归 并化身女性的盔甲和武器 用以强调两性地位平等的一种外在表现 莫妮卡在情势里 就穿了很多套电间款式的简约套装 这些套装 往往内搭浅色系的丝滑衬衣 衬衣的设计 与硬朗的套装不同 面料和细节的设计 保留了女性非常柔美的一面 下半身一般是极西的包臀半裙 或者剪裁线条利落的长裤 在天气不够暖和的时候 还会在套装外面 批一条方格图案的批驳 既保暖 又让着装富有搭配的层次感 有时候套装的外套 也会换成宽松版型的风衣 依然保留了电间的设计 莫妮卡灰绿色的风衣 在外出的时候 还搭配了一条印花丝巾 重金属的耳环 还有用发箍梳成大光明的发型 都让整个电影造型更干净 并减少了视觉的繁杂感 情势里 莫妮卡参加晚宴的黑色礼服 也是走得简约的路线 无论是吊带款式的礼裙 还是抹胸款式的礼裙 裙子的扩形 并没有很出彩的设计 就连配饰的搭配 也只是采用了点睛的搭配法子 时尚的完成度 全靠莫妮卡那张 无以伦比的美丽容颜 唯一设计比较亮眼的礼服 是这条出镜时间很短的白色裙子 从珍珠头巾 到鱼尾裙摆的剪裁 都让人眼前一亮 到了2000年上映的 希西里的美丽传说里 莫妮卡的穿衣风格 依然走着淑女的路线 只是比起90年代初 这17女性军服式的服装 会更玲珑精致一些 垫肩不会加得很浮夸 更强调宽间窄腰道 三角的身形轮廓 莫妮卡穿越广场时 穿着的黑色连衣裙 就采用了这一扩形的设计 低龄款式的裙子 裁剪得很修身 与那一双半透明的黑色丝袜 那一抹娇艳的红唇 和那一头蓬松的卷发组合在一起 让莫妮卡看上去性感而演艳 另外 莫妮卡淑女风格的装扮 还延续到科幻片里 在2003年上映的《黑客帝国2》 重装上阵里 莫妮卡扮演了梅罗文家优雅又迷人的妻子 她那一身塑胶质感的白色裙子 需要没有一丝坠肉 且身材凹凸有致 才能穿出视觉的美感 裙子的面料 也契合科幻片的剧情设定 相比起年代剧或科幻片 莫妮卡在古装剧里的造型会更加亮眼 比如2001年上映的《狼族盟月》 这部故事背景设定在18世纪60年代的恐怖片 莫妮卡穿上了华丽又繁复的洛可可裙 她这条戴面纱的黑色洛可可裙 繁复的刺绣和蕾丝花边 堆满了浮夸阔型的裙身 头上那顶带头纱的海盗帽 为整个造型增添了一丝神秘感 还有这条外套斗篷的洛可可裙 整个裙身包裹的很严实 金丝刺绣还有蕾丝花边 依然是裙子的主要装饰元素 但比起黑色的洛可可裙 这条绿裙少了一丝性感和美艳 但依然不减着装的奢华感 影片的片尾 莫妮卡还穿了一条深蓝色的洛可可裙 戴头纱的帽子 是整套戏服的点睛之笔 造型别致又非常的亮眼 到了2005年 41岁的莫妮卡出演了《格林兄弟》 在这部时间背景 设定在19世纪初的童话电影里 莫妮卡扮演的镜子女王 依然穿上了繁复又华丽的古装 为了符合奇幻故事的设定 电影造型在契合年代背景的同时 又将装饰元素设计得很浮夸 比如这条中世纪风格的白裙 头冠和耳环的大小 已经超过了头身传统的视觉比例 但非常符合故事的设定 还有这条华丽的红色裙子 裙身上的金丝刺绣 凸显了毫不吝啬的华丽感 那一头如瀑布一般的长发 与金色王冠组合在一起 让镜子女王美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摩妮卡还有过非常另类的电影造型 在2002年上映的喜剧电影 埃及艳后的任务里 摩妮卡艳后的装扮 一度让我不忍直视 浓膜重彩的妆容搭配改良过的古埃及服饰 虽然凸显了影片恶搞的喜剧效果 但我心目中摩妮卡美人如画的形象从此崩塌 尤其是她穿着一身吊带裙 头戴浮夸头冠站在马车上 与宽大的五彩屏风融合一体时 我感觉我要看事变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才能挽回女神在我心目中的美丽形象 不过拿这部电影当消遣天坦 还是笑点满满 那么摩妮卡贝鲁奇 这么多的电影造型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